重新再活一次 把旧的岁月埋葬 让新的生活开始 若有人在耶稣里 他就是新造敌人 就是一国都变成新的 就是一国都变成新的 若有人在耶稣里 他就是新造敌人 就是一国都变成新的 就是一国都变成新 若有人在耶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国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朋友您好 我是寇少恩 很高兴我们又一块来迎新 前一阵子赌片相当风行 很多人都爱看这些赌博的电影 外国人也批评我们中国人 是一个好赌的民族 过年过节 全家大小聚在一块 做什么呢 赌啊 喜欢赌博的人 大概心里面总有一个字 那就是赢 想要赢 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把握 一定会赢 想赢 却没有把握赢 而更糟糕的是 十赌九苏 人总是会输的 想赢却老是输 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实呢 究竟输掉什么 输掉金钱 让人觉得很可惜 可是更可惜的 恐怕还不只是这 更可惜的是 有的时候我们要输掉的是 时间 输掉健康 甚至输掉生命 这个道理 我想每个人都懂 但是光懂没有用 要一个坐在赌桌旁边的人 能够因此就站起来 恐怕是难啊 如果一个人 能够从赌这个 无底坑里面 重新站起来 那恐怕就是 生命里面最大的赢家了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 就是这样的一位赢家 先来看一段影片的介绍 到目前为止 朱厚人的前半生 是一则从赌到给的故事 话说故事前半段 因为从小就对各种赌博耳容忽然 他号称港台赌计无一不通 在钞票满天飞的赌场上 他赌得轻 赌得痛快 赌得干净利落 冷 准 狠 三绝 无一不拒 多少家产 时间和精力 全部投进赌卖场上 朱厚人想尽办法 费尽思量 想要把钱从别人手上拿过来 但是一直千金的结果 是朋友全都变成了债主 他赌掉了事业 青春和幸运 债铁高主之后 只好远走他乡 数年之后 故事的后半段开始了 地点仍然在新加坡 一个诸后人闭着眼睛 都找得到赌场的地方 不一样的是 他成为一个给的人 故事发生的地点 也从赌场换到教会 他忙着给 不断地给 整天想着 怎么样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不再缺乏 有趣的是 在给的过程当中 他得到事业 朋友和家庭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赌的人紧紧握着筹码 数着钞票 但是诸后人输掉的 大比赢回来的多 给是把自己有的拿出去 但是诸后人 赢到生命 温暖的家庭 这种输赢 究竟怎么样才算得清楚 到底是谁 是谁在主持这一局 人生的赌场 今天的诸后人 他是一个很喜欢给的人 喜欢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和别人分享 然而过去 他却是一个标准的赌徒 一个天天想 怎么样把别人那里的东西 引到我这里来的人 这样的一个赌徒 他是怎么和赌扯上关系的呢 他过去 究竟赌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我们来看看 赌呢 的确很刺激 尤其是赌赢签以后呢 更有满足感 不过 赌有赢的时候 也有输的时候 不过每一个赌徒呢 都不会这样想 他们认为 输的时候呢 也一定会有赢的时候 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赌徒 我以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总觉得生意赚来的钱很辛苦 很慢 而我的家里的背景呢 我的叔叔也好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赌徒 他们坐的车比我大了 他们享受的东西比我好 让我觉得 如果从赌方面呢 能够比做生意赚来更快的话 倒不如赌更好 我就是这样 懒散赌步的习惯 我赌得很凶 我曾经把我的事业 我的幸福 我的一切全部赌光了 那怎么办 就要逃避现实了 希望这样能够一了百了 可是越逃避的话 碰到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困难 结果呢 还是要跑回自己的家里 怎么办 躲在家里 我发现是作为 每一个人都可能 都是我的在主 赌 赌到你身边所有的朋友 都是你的在主 别人都看不起你了 别人都怕了你了 不知道在你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有人说赌是无底洞 一旦掉进去的人 就没有希望了 你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个朋友 你还会想拉他一把吗 诸侯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说 他想要戒赌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你相信吗 戒赌啊 真的不容易 每一个人都想过戒赌 每一个赌徒都想过戒赌 当他输的时候 他想过戒赌 可是有机会让他赌的时候呢 他忘记他想过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的经验 我曾经赌得很厉害 大家都已经知道 刚才说过了 可是在胜利部的让你们了解 就是我赌到 是作为我认识的人 我都欠他们的钱 我赌到在胜利上 能够周转的我都周转了 我赌到 凡是看到我的人都怕了 我还没戒赌 我想有一天 让我有机会的话 我重新再来过 其实戒赌不在于我自己 戒赌是在于我接触到一些什么样的人 话要说回 当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碰到关怀这些兄弟姐妹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 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让我没有机会去想象赌这个阵 因为他们生活充实了他们 他们去关怀他们 是作为了每一个人 他们来关怀我 关怀我一个 一个自己认为自己都没有希望的人 这个让我很感动 感动到我不敢再多 虽然我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小心 是作为我们在碰到的话 我们会重新再来过 重新再度过 所以唯一能够的 就是仰望 仰望一个人保佑你 仰望一个人支持你 每天带领你走 你前面应该走的路 当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的时候 关怀中心的一群基督徒 向他伸出友谊的手 帮助他 也关心他 这群基督徒 他们的爱心 他们对于生命那种乐观 积极的态度 深深地激励了他 而这群基督徒的信仰 是不是也给他一些影响呢 我曾经不相信 这个世界会有神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幼稚园的时候 学校里有座教堂 读小学的时候 学校旁边也有座教堂 甚至我有很多朋友曾经带我去 做过崇拜 也带我去很多很多的聚会 我就是不相信 甚至我记得 有一件使我很伤心的事情 就是我最敬爱的父亲 他去世了 当他去世之前 他信主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感动我 他只是感动了 我的妹妹 我家里的成员 我的母亲 我牺牲了我父亲的事业 我也把他事业搞了一团糟 而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母亲还是那么的喜爱 还是那么的关怀我 我记得有一次 很不心甘情愿的 因为她是母亲 已经跟我讲了很多次 叫我礼拜天去崇拜 好吧 既然复衍她 这样多次 再复衍她多一次吧 就在那天的崇拜 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牧师讲道 唱诗歌 可是很多时候牧师讲道 我连她名字都忘记了 不过 这个花光师母 我没办法忘记她 因为当天 她把我的一生的经过 全部说出来 我不认识她了 她知道我的经过 她甚至 把我前面的道路 都指引出来 她也告诉我说 我母亲不停地在为我祷告 那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大概有好几百个兄弟姐妹 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27岁了 我当中哭了出来 我没有办法不接受 因为人没有办法了解我的过去的一切 人跟没有办法 指引我前面应该做什么道路 只有神 所以我相信 借了赌 信了主 诸后人的生命 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有一些非常真实的问题 等着他去面对 比如说 已经破产的名誉 比如说 那些已经断送的事业和前途 以及 那笔惊人的赌债 耶稣基督 怎么样帮助他来面对这些问题呢 让他 让他中大奖 让他中了彩卷 能够突然发一笔大财 这也许是比较简单 人想出来的好方法 但是 耶稣是这样帮助他的吗 耶稣究竟是 怎么样帮助他的呢 是的 我的确是欠了一笔 很大的赌债 信了主以后呢 并不等于 我是一个基督徒 就不必还这笔赌债 而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改变是 我不再去逃避这个赌债 而我是敢去面对这个问题 是的 生活是过得很辛苦 我记得 当我打算要结婚的时候 是我失业的时候 我要面对 我的工作 面对我的婚姻 更要面对 当我出来 当演员的时候 我的债主会知道 我要面对我债主 最债 我要面对很多人 用很多眼光 谈我的过去 如果我心中没有这个神 在支持我 做演员最要的是面子 我看 我没有办法做下去 我看 当我出了境以后 别人在讲我闲言闲语的时候 我早就再来另外一次的逃避 所以 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说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 开始知道 怎么样 活在人群中 怎么样 真正成为一个人 就好像当时我加入关怀的时候 关怀两个字 讲很容易 我关怀你 你关怀我 那做起来没错 我问自己 应该怎么样才是关怀了 也不难 就是活在人群中 只有我们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生活的话 体验的话 才是一个 神要我们做的基督徒 因为 我相信 当时他 当年也好 当时也好 他来到人群中 他就是这样的成长 就是这样的见证 所以 怎样做一个基督徒 很多人都问我 基督徒有什么不同 就是这样 就是活在人群中 去关怀别人 而不是坐在这里 只是在讲 只是在说 只是每个星期去教会 或者是 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新的人 以为而没去面对 我觉得很幸福的一点就是说 虽然前面的道路并不是说 每样东西都在意料之中 很多时候 我是一个已经是好几年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离开了 可是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神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 无论是现在 无论每一个时刻 我发现一个基督徒 真的 要活得实实在在的话 更要多多的学习 而并不是要求改变 而是面对改变 耶稣基督的救恩 带给诸贺人力量 让他有能力 去面对过去那些不愉快 更有力量 去面对未来 有信心去面对未来 让他成为一个 有能力去给的人 诸贺人的故事 还要写下去的 未来的情节会怎么样发展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上帝会为他的人生掌舵 因为他是主 因为他是全能的 从刚才的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 诸贺人先生 他离开了他的赌场 迎接新的人生的感人的故事 他曾经在赌场里面 输掉了他的生命 他的青春 他的岁月 他的事业 可是当他重新回到 基督里面的时候 他还重新赢得了人的信任 而建立他自己的新的事业 有人常常会很好奇地问 为什么有人进到教会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个人救主之后 他的人生会有极大的改变 而有一些人在教会 已经多年了 在教会进出 可他的生命 他的习性 却没有有所更新 为什么 就像我们的主题所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大部分人只注意到 那个结果 是新造的人 而忘记了这节经文 所给我们的 那个新造人的方法 就是在基督里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就是相信耶稣 接纳耶稣 让耶稣的思想 让耶稣的观念 成为我的思想 跟我的观念 我有在基督里 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如果你只是在教会里面 多年在教会 教会里面进进出出 没有在基督里面的话 基督的信仰 对你不能够产生 有任何极大的功效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 他是能够想耶稣所想 看耶稣所看 做耶稣所做 有基督的口 不受污秽的话语 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 有基督的耳朵 不听污秽的言语 只听来自上帝的真理 有基督的手 不做破坏人的事 而能够做建立别人的好事 有基督的心 没有邪恶的意念 只有来自上帝的 那里的爱神 爱人的意念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曾经有一个画家 他画的美 画得非常漂亮 可当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小儿子 在这张画上 滴了两滴的木质 他开始思索以后 就在这个木质上 把他画成两只 很活泼的密封 使这张画更生动 更为活泼 同样的耶稣基督 也能够在你人生的错误当中 能够更新你 改变你 使你活得更有价值 活得更明 如果你愿意成为基督徒 你真心接受耶稣在你的心里 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也能够迎接你崭新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和我一样 从来没有对赌博感兴趣过 从来没有那种想要戒毒 又戒不掉的痛苦 从来没有那种 害怕因此而身败泯灭的恐惧 但是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东西 掌握着我们的人生呢 也许是一份欲望 一份你既想得到 却没有办法得到 站在那个流沙边的欲望 那个流沙会让你越陷越深 你是不是也能面对 同样的一个困难呢 在赌博的桌上 能够站起来的人 恐怕是真正的赢家 而面对生命里面的各样欲望 能够抽身的人 是生命的赢家 你是不是也愿意成为 生命的赢家呢 耶稣基督要帮助你 帮助我都成为生命的赢家 在生命里面 我们所要得到的 是更丰盛的人生 但愿你也能够得到 耶稣要帮助你 耶稣要帮助我 你要不要接受呢 如果你想要认识他 欢迎你和我们联络 我们愿意很仔细地为您介绍 我们一同都来成为 生命的赢家 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 愿上帝赐福保守您 和您的全家 我们下个礼拜 再一块儿 引心 请不吝点赞福保守身体 你不吝点赞福保守身体 不吝点赞福保守身体 都可以 有顺务 排便